新型流感袭击日本,导致社会秩序崩溃,死亡超百万人 这就是今天小米给大家带来的非常接近现实的电影《感染列岛》 这天,日本某医院的松刚医生收治到一名高烧病人 本是很稀松平常的一天,不曾想却是噩梦的开始 第二天,这名病人居然开始蹊跷流血身体抽搐 同时病人的妻子小美也出现了发烧的症状 尽管医生们对病人进行全力抢救 但病人疯狂的咳血已经无力回天 更是一口血直接喷在了安藤医生脸上 病死这么快的疾病很不寻常 而刚好附近有一个养鸡场里出现了禽流感 所以医生们怀疑,可血病人与禽流感有关 出于安全考虑,医院里开始进行全方位的消毒 而另一边,公交车上的一名乘客突然咳血并昏倒 为之感染在日本悄然展开 不久后,以同事安藤医生为首 一些医疗人员也染上了这种怪病 很快,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因为目前没有针对此次新型流感的药物 所以政府决定先封锁发生感染的市区 消息一出来,采访的记者都炸了锅 不知情的民众都以为疫情的发源地是养鸡场 甚至有过激者开始报复养鸡场的老王 就连老王的女儿在学校也被同学们挖苦讥讽 另一边,医院里的感染病人急速增多 医院的大厅里挤满了钱来看病的民众 随着疫情的爆发 医疗资源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 为了控制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派荣子来到医院 其实荣子和松刚原本是一对恋人 但后来荣子出国留学 两个人就分手了 这些年过去了 他们依然没有忘记对方 荣子让熟悉的松刚担任他的助手 他们去病床询问最初被感染的病人妻子小美 而小美一副病痒痒的样子 丈夫又刚刚去世 不愿意开口说任何事情 在会议上 荣子决定隔离医院大楼 同时将医院内的患者进行分区处理 可随着感染人数增加 医疗资源已经出现严重短缺 在感染区治疗的医生也远远不够 这时荣子将全院医生聚集到一块 号召大家跟随他前去感染区救治病人 但治标不治本是不行的 找到病毒找到感染源也是重中之重 所以荣子一边询问病人感染的经过 另一方面开会列举了很多项感染的可能 进行逐一排查 没多久松刚的同事兼前被安藤病死在他面前 见惯了生死的医生 内心也开始动摇起来 很多医生内心开始崩溃 却又无从发现 但更残酷的还在后面 起初政府还能为市民免费发放口罩 可在疫情爆发两周后 感染者已经遍布日本全境 日本不得不下令封锁所有市区 并且通知民众待在家不要出门 可这一举措反而加重了民众的恐慌 路上堵满了想要逃跑的车辆 超市里挤满了前来抢购的居民 大家争分夺秒的囤积食物 社会秩序已经开始失控 而另一遍 老王的女儿放学回家后 发现了上吊自杀的父亲 老王因为自己的养鸡场 引发了禽流感而遭受非议 其实疫情跟老王养鸡场的禽流感 并没有关系 但人言可畏 老王没有死于疫情 而是死于流言 而这样不负责任的言语又何其多 另一边 最初被感染的小美已经逐渐痊愈 这天她悄悄离开了医院 荣子和松刚得知情况后 觉得小美有些可疑 于是二人打算找到小美一探究竟 小美家里一片狼藉 在荣子的再三追问下 蜷缩在客厅角落的小美 缓缓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一切都要从小美的父亲讲起 她父亲在东南亚的一个小国当医生 但是却不幸染上了病毒 在病毒潜伏期间 父亲回到日本探望新婚的小美 中途父亲意识到自己可能感染上了病毒 于是就急匆匆的离开了日本 从那以后父亲音信全无 而日本开始相继出现感染者 得到这些线索后 松刚和教授决定前往东南亚查找病源 最终他们找到了小美父亲 曾经来过的一座小岛 而这座岛上早已湿海遍地 房屋破败不堪 松刚在一所废旧工厂里 发现了一批幸存者 随后教授也找到了一名幸存的医护人员 并且从她手中得到了小美父亲遗留的笔记 笔记上记载着 有一位岛上的男子在树林中砍柴 感染上了病毒 后来病毒扩散 整座岛上的村民都被感染 小美的父亲就是在这里 医治村民时被感染的 再后来岛上的病毒控制不住 相关人员为了稀释宁人 就放火烧毁了村庄 抛弃了这座小岛 松刚和教授在这里成功获得了病毒的解体 返回时 教授却决定留在这里继续研究 于是松刚便自己带着病毒解体回到了日本 在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下 病毒终于被找了出来 同时岛上的教授也在山洞中 发现了携带此病毒的蝙蝠 掌握了这些关于病毒的资料后 政府开始抓紧时间研制疫苗 在这段时间里 日本感染死亡的人员数不胜数 后来荣子被调离医院返回世卫组织 可途中他发现自己也已经被病毒感染 于是荣子果乱放弃返回世卫组织 决定投身到疫区照顾重症患者 不久后荣子的病情突然加重 于是给松刚打去了视频电话 他告诉松刚有一种利用 痊愈患者血清治疗感染者的办法 他将会在自己身上实验这种血清疗法 松刚得知这一切后犹如晴天霹雳 他赶紧动身前往荣子所在的疫区 但当他赶到后荣子已经奄奄一息 血清疗法未能挽救荣子的生命 失去了挚爱的松刚悲痛欲绝 在这场战役中生命显得和其轻 在一棵凋零的苹果树下 松刚回想起了他与荣子恋爱的那段时光 荣子曾告诉过他 即使地球快要毁灭 也要满怀希望的度过剩下的时光 半年后因为有血清疗法的帮助 疫苗总算研制出来了 社会也渐渐恢复了秩序 后来松刚来到一个缺少医生的小镇 在那里继续为人们看病治病 虽然工作很辛苦 但他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灿烂的笑容 在这一场无声的战争面前 生命如此脆弱 脆弱到人们来不及悲伤 而医护人员就是挡住死神的最后一道墙 他们身体累到脱力 精神也备受折磨 但他们依然在坚持 可前线艰难 莫在腹背受敌 我是爱赞故事的小米 致敬全天下的医护人员